我们认为乌克兰不应该成为大国对抗的前沿 当前形势下 各方应保持冷静 克制 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危机扩大化 复杂化的举动 通过对话协商 构建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真正找到有利于欧洲长治久安的解决方案 地区安全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 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发展中美关系 希望美方端正对华认知 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